hello大家好 我现在在那个阿范的赫拉特 今天来一个商人朋友家做客 看看他们家这个院子非常大 是一个别墅 这哥们家是在赫拉特做那个进出口贸易的 主要是大理石还有这个矿石之类的 所以你看他们家这个就是住大别墅 然后前面还有一台丰田的小车 老板的家装的还是非常的漂亮 你们看看这石柱子 哎呀还开了一个灯 他每天晚上就要把他房子的这个灯全部打开 这个是蓝灯 这个是黄灯 他这个房子是真的漂亮 我刚刚问了他装了多少钱 他说装了大概100万人民币左右 然后咱们现在就进去看看 这个老板装的100万的房到底是什么样的 海里米大哥带我们参观他的家 大理石装修还有石墓家具 nice 这个客厅非常漂亮 大家看一看 仔细的欣赏一下 你和他说你的家很beautiful 好那是看怎么说的 装修非常不错 走走走走 这是你家的那个客厅 厨房 这个家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这个家是我来阿湾这么长时间 见过最漂亮的一个家庭 看这个装修非常的有格调 非常有品味 兄弟们 刚刚上了一个洗手间 就发现他们家这个洗手间也是个蹲坑的 他跟我说这个洗手间瓷砖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国的 这边搞过来的 他现在带我来参观他的地下副一层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伊朗的地毯 但是这种地毯的话是普通的地毯 还不是那种真正的伊朗的波斯地毯 因为伊朗的波斯地毯 我估计他这一个房要铺 如果那个手工的波斯地毯 大布里市那边的话 估计几十万下不来 这种的话是属于伊朗的那种初级的地毯 大概的话整个房间就是这么大一个面积 公摊面积 我估计应该是在人民币两万元左右 这是一个地下的客厅 哇你这家装的太多了 这也是一个厨房 这个家庭的话真的是奢华 有点那个小奢华 就是自己家做了一个别墅院子 然后整个客厅全部装地毯 这个地毯都是从伊朗那边搞过来的 我这个卡利米哥们 他是在阿富汗就是做这个石头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主要是汉白玉还有大理石 他是靠做这个贸易发家的 自己家住的这个大别墅 你们看看 这个是当地工匠 就是手支的做的一个枕头 非常精美 他们家这个仪式杆弄得非常足 你就看看 整个房间大概是五六十平米 全部都是地毯 然后大哥的家里那个楼梯板 全部都是大理石 因为他是做这个生意的 这些都是从中国搞过来的 然后这个石头就是阿富汗本身的 你们可以看这个橙色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吊顶灯 还有这个灯 这个都是咱们中国那边弄过来的 木头呢 木头不是中国的吧 这个是特别贵的 特别贵的 他这个插造板都是石木的 感觉做的非常高端 这是他的女儿 阿富汗的干骨 咱给大家聊一聊 这个是无花骨 这个是杏干 枣子 这是核桃 这是他们家那个招待那个客人 用的一个东西 招待客人用的一个餐浅小甜点 藏红花大棒 这个是冰糖 藏红花冰糖 然后泡茶的话会特别好喝 你跟他说老板你这搞的可以 这是他的女儿非常乖巧 非常懂事 他几岁了 11岁 这是藏红花水 兄弟们 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喝这个藏红花水 你们看到这个小棒了没 它上面漂的有那个藏红花丝 正确的喝藏红花呢 其实他们这边的合法中东人 乃至这个伊朗人 都是先把那个藏红花水里面 放一个这个藏红花冰糖 搅一搅 它融化了喝这个茶水的话 会非常的甜 你跟他说 这个大哥的家 是我目前去过所有阿富汗人家里 最干净的一个 这个家庭呢 传统呢就是吃完干果喝完茶 然后再吃水果 就是一步一步来的 就是上了那个苹果 还有那个橘子 我们吃饱了也喝足了 你看老板他肚子吃大了 我们明天呢准备去这个老板的工厂 去参观一下 然后今天的话就要跟他道别了 在他家这个做客吃了一些水果干果 他说要留我们吃饭 但是现在天色已晚了 然后我们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时间太晚回去的话 会有一些风险 所以在阿富汗这边 有一条规则一定要掌握 就是晚上尽量别出门 咱们最后再来看一眼这个大哥家 这条街啊 基本上方圆十公里啊 除了他家是一个土豪装修啊 其他地方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那个叙利亚战货风啊 就他这一家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啊